这种小妖的李佩南这种妖怪 上面两个都是王啦 你先说 穿三甲 我告诉你们不要小看你妈葫芦娃里面的穿三甲 穿三甲还可以我告诉你们 好了李佩南对GYM啊 真的真的不要小看穿三甲 我印象里面 我印象里面穿三甲应该是一个中甘义胆的一个东西 一个一个 对不对吗 各种帮爷爷各种帮爷爷那个 但是但是话说回来那妖怪也是我我穿三甲放出来的 把最后穿三甲是挂了我知道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个 好了啊这边GYM是直接两兵营啊李佩南这边是单兵营的开局 这种这种开局其实前期就有稳 说明两个人的心态啊 就其实GYM打李佩南觉得还是挺稳的 但话说回来李佩南这个开局 他是一个双气的开局 所以说他二矿比较慢 科科技来说的话会非常快 所以说他还是不怕GYM这个三死神开局的 没有问题啊防守起来 而且而且这个两兵营开局是李佩南自己先研发出来的嘛 那他对于这个两兵营开局流程应该是非常懂的 他今天跑上来说一句 这个世界就没有人比我更懂TVT两兵营 我相信大家都会说是的 没什么悬念 打赢了啊 Lucky Terran 我靠 现在李佩南在这些韩国选手的面前 其实都还是算比较有实力 这些选手还比较认可他的 反手来一招司马流 正面招地板没用 李佩南可以直接投上去的 这招司马流非常猛啊 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个战这个战术呢打GYM这个战术 其实GYM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这个科技比较慢 一样天边投 但GYM应该有有反应的这个肯定有反应 直接上去啊 GYM已经排来排开一只一个阵势了 没法打 没法打 有保有个管制没法打 那只能还是找机会上去啊 对吧 我先投到你你矿区 对吧 把你的兵线绕过去 然后我这边再过来 他都这里也行 那个呢 坦克出来了 妈个鸡 我再来 我再来点便宜吧 也就 打各种多线 我的头下来 但是这波枪兵很多啊 打不到什么农民啊 这个感觉 虽然炸的好像炸的很精彩 但是什么都没打到啊 你妈 杀了两个东西 怎么样难打了 这种骚扰看一看着这个局面好像挺美的样子 其实不是的 白给了 你白了呀哟 死应该 暂时死不了吧 转运营差太多了 这样的局面 哎哎哎哎哎哎哎 有一把锁 问题倒也不大 漂亮 这个便宜站的 里面他这波站的便宜有点有点多 可以哦 杜亚不能死啊 杜亚死的话就吐出来了 这波可以这波 这波操作主要很亮眼 操作上是获得了一个压制 然后导致自己的兵啊 在这波上还是吃掉对方的兵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开三框 其实有一些 就稍微的有一些 有一些挑战啊 优势肯定还 军部是有优势的 现在 现在知道 在运营上是有优势的 所以从农民算上 就能看出来 但里面现在因为站了制空 所以说 他应该是要 直接要推了 待会儿 应该是直接要推了 他后面是接了个解放者 慢慢跟你架 打阵地战 刚好你是在开三框的情况下 其实 你这个三框 并不是很好锁 镀压有两个锁 然后又有制空 又有解放者 我们看一下 这边怎么锁 来 已经有那个了 已经 已经有兴奋剂了 我好不好弄啊 他里面没兵的啊 纯坦克啊 位置嘛 我觉得架的 诶 那个坦克是干嘛 诶 怎么东西啊 什么 你们有这么架的吗 我傻了这个啊 我效果好像还行啊 效果还行 下来了呀 把那两坛吃了呀 他不敢 在这边 把这个打了 对 把科技关键打了 路加可以回去了 这几波 李平安打得非常的飘逸啊 代价 能打到坦克 比你快一炮 再吃 用一个坦克来 各种的占便宜 再打一炮 哎呦 打坦克打坦克 漂亮 运营上来说还是亏 还是亏 这个运营 带了很多的便宜 但是呢 这个运营 真的是 弱欧太多了 哎呦 李平安也没有 也没有预注再补给 面对对方反打的话 因为有制空的优势的话 其实还能够守一下 这局面很危险 李平安是各种的 在刚才在找机会啊 找机会想 想把这个局面翻回来 攻防差率也很大 啊 别人 别人一攻一防好了 你一攻一防才生 危机是还可以啊 在各种的在手空头 别人肯定会空头的 对波如果能够全吃的话 如果全吃吧 吃两架运术机 就能打回来 很关键 来了 你不知道有没有反应 往前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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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个 漂亮 两架 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了 大局上还是还是劣势 在攻防上劣势 但运营上来说的话 已经追上了 慢慢慢慢追追上了 可以啊 舒服 有了制空之后的确是这样子 有了制空之后 呃这个 人族的部队就很 就很很爽 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是攻防上的问题 不要刚才好像吃了两 吃了两船兵好像 他的获得什么优势一样 这个局面 李平台还是很容易崩的 哎 局目四贯已经开 已经快开好了 还是不好打 还是不好打 这个 你攻防劣势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去打爆发 就是你 你明明 这个局面 你拉扯一下 你平常能打的 但你攻防劣势 就是你 你就不能打 你就打不了 没有底气 那就攻防劣势的一个差距 你 你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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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他看了一眼攻防一样的 但别人马上两国两方好了 哎呦上了 妈个 这个坦克站得很好的平台 所有坦克全部给你坏了 往后退 这波战损是占了很大便宜 继续往前架 还是有 有制空的优势啊 慢慢往前架 直接上去秒坦克 秒掉坦克往后退 然后后面坦克来输出 比你比你这个 机力退掉 坦克慢慢再加过来 这几波冲锋冲的都很漂亮 剧目被冲的有点虚 还是有制空的优势啊 这盘打得真的是太漂亮了 一路劣势 一路斑 七挖牛逼啊 七挖牛逼啊 中间的两个拉扯 就是连坦克的时机 包括自己坦克架的位置 这个距离感非常好 这什么东西啊 哎 这个兄弟的一个爱 三个爱心 受死我好 两兄弟啊 这你妈 不爱接地气啊 这个时候 结战结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来 帮你打一风嘛 不不不不 说说帮你打夜叠嘛 帮你赢了呀 刚才忘了我靠 不要晃啊 我来 帮你打夜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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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里面一笔领袭啊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来竞猜这一场的胜负啊 还交波三胜负 感谢大鸟的一个飞机啊 感谢大家 等一下我先 我先把那个开一下 大家不要急啊 我先把我先把竞猜开一下 竞猜再审核 先再说一遍 李培南现在1比0领先啊 1比0领先 好了 开了 黄哥在马桶里出来 黄哥 是吧 肠位不好 你看我默良也说 你看我平常直播的时候 会不会有事没事就去厕所的 不会的 这边又是一个陪南开 李培南是选择去探个路 他还求稳 他觉得1比0领先 领先之后啊 不能打得太拼 不能赌 他这个探路是因为他要单并行开矿 所以他去探路 他不然的话 这个单并行开矿 他就没有底气 你要知道 他都是算过的 这个东西 就是我 我的农民看到了高地之后 看到你兵营 我的基地才会去下 这都是算过的 这就是李培南 你要看到两兵了 OB给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两兵 我觉得应该看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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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开局 反正就永远都是三死神的开局 里面看到两兵了 他只能在去 哎 没看到 不过没关系 只要是在续死神 看没看到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续死神 然后都有点虚 这边都在等第二个死神 操作操作漂亮 看对面 第三子马上来了 基地好了 基地好了就行啊 看到三死神 其实李培南应该懂了 没问题 基地面打点 打会没关系 对应上来说 李培南是有优势的 当然科技上也是有优势的 火车来了 好 打第二个 现在李培南各种操作占便宜 感觉已经如有神助了 好 又送一个农民 什么情况 他还送枪兵 买一送二 买一送三 买一送四 这里吗 什么东西啊 Gym乱了 他绝必乱了 这个 知道今天618呢 买一送四呢 可以啊 那时候也是要推广一下 我们的淘宝店啊 我们淘宝店今天也是有 这次618也是有很多的活动啊 肉是很实惠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兄弟 也可以来光顾我们一下啊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啊 感谢兄弟们 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帮你就很难打了 刚才那么大的优势情况下 帮你都被翻了 这个局面帮你 怎么说呢 夜叠输了 夜叠输了 游戏暂停 说错了 Gym 说错了 Gym 我靠里拼的还没死 还1-0 你说的没错 打得太精彩了 你在 啥啥情况吗 大臣 就一直烈是前期 这妈司马流什么都没打到 然后被被人全吃啊 然后呢 依靠依靠自己的意志力 然后依靠自己的这个操作 依靠距离感 慢慢的磨 就把你们把把这个邦尼 就九死一生 把邦尼的这个出品点头了 就反败为生 好 今天的这个 我们十点钟还是有 有那个啊 还是有这个 呃 我们的秒杀活动啊 十点钟是 我们有200份的花蛤匠啊 200份的花蛤匠 然后秒杀价只要19块9 这个真的是蛮划算的 然后还有 空心鱼 空心鱼鱼仔200份啊 烧烤味道的 呃 烧烤味道的是100份 然后香辣味道也是100份啊 秒杀的 秒杀的价格也是19块9 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到时候10点钟的 我来了就卡 哼 诶 怎么我一来就看到李佩南 这上来 可以啊这还可以啊 送个死神呀 没事啊 好像好像他人块领先很多 巨木被甩惨了 并不是这个三级脱胎比较早 对三级脱胎比较早 刚才真的是就是你 就李佩南 那个局面就是 就经济兵力攻防都有差距 就他最后打赢的那一波的时候 就是他一攻一防别人早就两攻两攻了 他赢了 那凭什么呢 不凭什么就是具体感啊 哼 什么我你们不要迷信 什么我在李佩南叫输这种东西 不要迷信这些东西 我这盘不说话 我可再看着好不好 但是不行 我不说话 看着赢的你们要说是死亡凝视 你说说吧 你不要坏 这局面李佩南还有点优势的 这是什么 你慌什么 好像是有点优势 但也没太大优势啊 刚才那么大烈士都搬回来了 没啥优势啊 那我去找个复合维生素先去 老婆家还有复合维生素 复合维生素 好了 两个人其实人口什么都是相近的 对 这个两团兵 上面两团兵很关键 帮你好像推了 这波推出来 你本来刚好能投的进去 那里面有支空 这个邦尼要遭重啊 这波 看到了 直接干嘛 九死一生投回去吗 不可能 直接投下来 但是九死一生 这个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是Gym 你妈个蛋的 说说说说说说说 现在 老是想着是 老是想着你妈的 老是想着这个妖怪 邦尼说不定就被阿玛尼打死了 李平南这波没亏啊 反正换的差不多 还不错 本来本来是那个 打了15个农民 对 本来是这个 Gym各种的在在先出门 对吧 但他回旧了回旧这波就已经赚了 你不管怎么说 大家体谅一下 这个孙哥现在 都长尸斑了 有点痴呆也是很正常的 毛 你不是说你长的是尸斑吗 毛 那你是什么吗 这个 你脸上长的那个不是尸斑吗 雀斑 雀斑也会长成那样的吗 你妈每个人雀斑都不一样的 你上次说的是尸斑 毛的尸斑 老大你妈僵尸道长呢我靠 那里边呢这个桌线已经 骚得可以啊 对 我去没有受不了了 这都杀了11个农民 这要受不了了这个 他怎么受不了吗 哎这种就杀12个农民是有点受不了的呀 三个机枪下去 他要空头了 大规模来一波了 你来你来你去你去 这 哎 已经站好位置了好吗 你来 还提醒了他一下 这机枪还提醒了他一下 提醒他里边呢对方要 哎哎哎哎 打死他走啊 我靠他他有点怂 他有点怂 他出门了吗 这门很尴尬现在头也投不到东西 然后自己家里面其实刚才那几乎还挺伤的 李平南现在就是说暴斌啊杰作啊这些这你看这些韩国一线的选手跟他打也就这样了 是的啊 所以暴斌他完全不怕 所以我昨天才跟才问麦克斯为什么你把你们现在打星机跟我看李平南打星机完全是两个星 感谢胆结石手术顺利来还原的一个飞机 把兄弟保重啊 哇那么大一拖 大家人口差不多啊 吃拼吃拼 但俊姆有拖拼在下面吧 李平南轩出手啊 对啊他有拖拼在下面啊俊姆 俊姆没没看到 你不回救吗 现在看他打不过李平南这波兵啊 他可以锁一下锁一下 锁一下 锁一下坦克锁掉了 俊姆回救了 哎呀回救我觉得俊姆就死了 他换家还有机会 李平南已经炸好了坦克 对 那么回救你 你他就没想到李平南这波会出门 不是我们分级没有错啊俊姆是一线啊 俊姆的确是一线啊 俊姆的确是一线啊没错啊 对吧 这因为还有一个顶级选手这个行列啊 是不是嘛 你说的你说的没错 是吗 李平南现在跟这个一线选手没区别 跟顶级选手还有点差距啊 这从这波有点伤吧 把这波冲完了 其实冲冲你决决定冲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很伤了 就算手下来 现在俊姆还是劣势 我只能说李平南现在这个打得有点好 那这样一线有点多 我没有啊一线 没没几个 俊姆打得挺好的 俊姆在韩国算打得不错的人主 东拉姑 俊姆 然后 然后什么 罗格纳罗克 这些 罗格纳罗克这些 这些算一线 对啊 再往上走什么王者过来把本 什么大可 肉格 这些 这些人算 什么马路 马路啊全内阳什么 吕布这些算 算是顶级选手 Q2算 Q2肯定顶级选手 Q2 顶级选手 Q2肯定顶级选手 咱们东拉姑也 东拉姑最近挺厉害的 东拉姑很猛最近 6800分 把王者过来打傻了 东拉姑最近有点猛 你们不要小看他 他剧目下的人口还是领先啊 李平南展开 哎呀李平南这波有点冲动啊 把自己送没了 他你妈 他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 他觉得自己优势很大吧 估计是 这这波难受了这个 这波送一波 这这感觉输了 他们又要说你了 哎呀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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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死了我走啊 哼 这个 这挡不住了 这坦克差距太多了 太大了 李平南痛是好局啊 我有 我我闻到了一股让一追二的味道 哼 李平南是一线选手 你妈 妈跟鸡 其实我想说的是李平南其实他的ID是浅龙 你妈呢 碰上一个你妈摘心 然后他就变成灰气龙了 对于那个摘心是谁我就不说了 懂的人自然懂啊 对于是没了 好 我敢走啦 我敢走啦 GG啊 最近玩的东西有点多 你们叫我玩什么 底特地变人 而且最近比赛有点多 你们想吗 最近有那么多的比赛 战队赛 继续赛马上就开了 对不对 然后之后还有 之后还有中国区 然后还有你们盗贼之海面 没玩 没玩东西太多了 已经玩不过来了 现在 感谢随风孝敬的 这个幸福券 还有这个兔兔兔兔兔子的福袋 感谢兄弟 对啊还有生化危机2 你们还跟没打吗 欠太多东西了 你们不要不要那个 我们欠太多东西 我知道 我们欠你们的 这辈子都你妈还不完了 已经 真的妈还不完了 已经 美国末日2 我不知道呀 你们说底下6我也没玩过 我也不知道什么游戏 你们还不完蛋了 还是这样 你还不完蛋了 你还不完蛋了 是不是 我这边 是不是 我们先去 我们下边 我们下巴 我们下巴 去吧 我们下巴 现在最重要的是 李培南这场比赛能够获胜 然后继续往前再走一步 四强这边 清本2比1战胜了 Sola Sola已经被淘汰了 Q2是2比0 也是战胜了自己的对手 那这样的话四强清本和Q来打一场 然后阿玛尼和邦尼的比分 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出来 哎呀 哎呀 我 我不放弃 我不忘记出问题了我靠 妈了个鸡啊 待会让黄哥来对一下时间了 我现在不知道时间时间对不对 先帮我对一下时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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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快还是慢了 我问一下兄弟们 慢2秒啊 那你妈的那 那怎么弄吧 慢1秒钟 发一下这 这个慢1秒钟很难受的 这个慢1秒钟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我再报一下 我再报一下 二十三十一分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差不多吧 现在 好完美是吧 好OK 这盘 Jim是选择了一个单并然后两次的开局 那这样的话他的科技是非常快的 李平南这个战术 这盘是可以说比较克制这个Jim的战术的 李平南是单并一下下二框 那自己的运营会很快 科技慢一点但没关系 Jim的这个这个打法 他可以转一个司马流啊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打 我们直接上来看一眼 你不能狠我啊 先下个地宝 他应该没有司马流 司马流是一个死神之后 你要那个的 你要直接 能不能把这个死神追掉 有机会哦 有机会哦 那这样的话不亏啊 可以可以可以 司马流的战术一定要第一时间下一个双倍 那你是有双倍的话 你就可以双倍出死神了 那死神那个时候会特别多 当你有六个死神 三个火车一个运输机的时候 就可以去空投对方了 这套这套是司马流的战术啊 而现在显然不是 两个人其实科技的差距差不多 但经济差的有点多啊 这一幕这个二矿刚好的情况下 李培南已经 二矿的雷达都已经好了 在前期偷到了一些经济优势的情况下 李培南选择了一个稳健的一个防守 这开局其实稳一点的话 大家都求稳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选择三度压的开局啊 李培南这边 然后三几地也开下去了 家里面只要能够稳稳稳地把这个防守守起来 哎 死神很漂亮 验认到你的这个科技了 而且还能杀一个农民 但这种农民 蚊子在家也是肉啊 两个可以可以够了够了够了 所有东西都看光了 那这个局面里面呢 现在算是一个优势了 反正看到你家里面 你也没有你也没有这个女妖 对吧 你是猪猪鸭的 那么直接导弹车的攻击力啊 这个可能会直接选择接话 接话不知道里面他会不会想想不到啊 应该没看到三框吧 那无所谓看到就看到了 毒鸭来搞 那家里面已经开始蓄围巾了 这毒鸭搞不到东西 抓个毒鸭吗 抓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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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急啊 这边反正接话了 能抓到吗 能抓到吗 有机会吗 差一点啊 就差一点 看到了 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哎 看到了 哎呦 两个炮台被他放出来也很伤 这两个炮台被他放出来真的有点伤 哎呦 被锁了被锁了 三下 四下 五下 我靠 呃 你妈 手链基地 你像锁在基地这个有点过了 大家看到导弹车的这个攻击力之后 应该是可以判断到对方是一个机械化的开局了 看他怎么 之后怎么打 没有 最后一盘居然会选择机械化 这渡压居然跑了 我靠 基地要修一下 这基地很容易被锁掉了 对 基地一定要修满 这这种基地 你三四个导弹车过来一锁就没了 好 又锁一个 妈个鸡啊 各种占便宜 直接推 解放者加多线 不好说 这局面不好说 都要的量是满的情况下 我感觉打进去啊 这妈五个坦克 老板子 ladies 下 怎么说呢 里面现在找个缺口 现在需要找个缺口 看你配男到底是打算怎么去面对这个激烟化 现在打激烟化的手段方法还是有挺多的 比如可以暴兵对吧 暴生化部队 然后毒压三别之处毒压 当然也可以选择纯的生化部队去包 因为你这个打法 你到最后你是肯定在制空上 肯定蓄不过对手的 这个激烟化呢 其实是有就有一个破绽 就是在GIM开四框的时候 这是一个机会 你开四框的时候你的兵力就要分散 你要分手三个点 手二框 手三框 手四框 所以这对于李佩南来说 是一个充分的好机会 就这个时间点 李佩南已经上去了 解放者先架一线 直接上 拼了 直接上 我靠有气势 家里面加七个农民正面冲下来 这波冲打还是有气势啊 但是没有把对方四框解决掉 这局面冲母依然可以可以各种耗 下一步你想冲 其实就不那么好冲了 冲母会更小心了 他不会让你这样再冲一波了 这冲不进去啊 现在 你把雷达撒过 没有太多的机会 三框那边依然也有坦克 这小图兵应该是打不到东西的 直接晒一下 直接上 我靠 打得很果断 直接点基地吧 基地点不掉 往后退一退 这边再过来强打 强打解放者 感觉打不过了解放者 哎妈个鸡 这波打得有点 基地打掉 基地打掉了吗 好 基地打掉了 这种 这种土坦克 其实没什么意义啊 要慢慢磨 我觉得要 要被磨回来 这个局面 这这 哎 投投投 直接站出兵点 但两个坦克 其实 站不住 你现在的确是你 各种空头占了很多便宜 但别有解放者 解放者一来 然后 围巾一来 你这个 你这个兵就没了 点解放者 所以你敌人上很多农民 但是这个农民杀了杀到最后 你会发现其实杀农民无所谓了 因为你杀 杀不完 里边虽然人口已经快两百了 但是 这些话只要为所住 他能够 他也逼到两百的话 你生化部队是很难 很难在里面 能去打的 而且里边他现在找不到一个突破的口 就突破的点他找不到 你去每 就你怎么去打破对方这个基约化 就坦克的这个阵容 这个很难 很难能能找到 每一波交手 你的运输机肯定全倒 这想都不用想的 这好难受啊 这真好难受啊 带头啊 你妈 你这个头 你这个头可能要遭中 不能头了 现在就要么打四框 要么打三框 你就选一个地方打 打不进去 你就没办法了 打不进去 这这个局面怎么弄 我反正觉得就没办法攻进去啊 这局面防得很好啊 这被耗死了这样子 这样绝对被耗死了 这地方家里一点半都没有 你枪兵冲过去你就被干 终于李佩南想起来要拼这个制空 就四框如果剧目安安稳稳的 就开下去之后 李佩南就很难冲了 激化就这个在开 就激化那个人族选手 在开四框的时候 生化部队的人族是有机会 能够拼一枪能冲下来了 但是我们说李佩南也冲下来了 直接冲吗 这什么搞笑吗 那么多坦克 哎呀 包包是包了个圆 但没用啊 这个是 李佩南 我觉得应该应该没了 应该没了 现在抢制空 但你抢下来会发现 下面都是雷神 疼人口吗 那你们过了啊 疼人口 说疼人口的兄弟有点过了 怎么可能会疼人口呢 你们自己看看现在这个局面 他哪来自信去疼人口 我就问你们 疼人口 难受啦 军武就把六框都开下来了 这真难受了 里面只能选择转型 他不可能再生化部队了 他如果再生化部队的话 这个局面就没得打了 但是他现在转生化部队 要面临 现在转机械化 要面临别人成型的机械化部队 怎么弄 怎么弄现在 里面想换家 想换家 突然在那有什么意义呢 天上那么多的 直接上把这个 巨像 不不不不不 巨像说说 满的雷神也吃不掉 打不动 而且没钱了 下面里面呢 你出大河也没用啊 你出大河 而且军武这个机械化打得很好 他的机械化里面 是带几颗 这种地雷的 如果说你跟他拼直空的话 那你 你这个围巾 你在剧团情况下 跟他拼直空 偶尔 你只要中一颗了 你的围巾就全部 全部倒了 全部红血 就慢慢的猥琐 把上面的 一半的矿 全部开完了 现在雷人太多了 这 要锁 要锁 但是别人的冰刚好到 不能散了 不能散了 不能散 就地雷 哎呦 我靠 这个地雷 我就跟你们说了 这妈 这地雷太猛了 这地雷 就 对目的 这个对于 就打到后期的这个理解 相当到位 这波打完之后 里面呢 战争上又亏了 就打一打你会发现 GYM的GYM钱会越来越多 然后李培男权越来越少 现在李培男还能打下去的 唯一的理由 就是因为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李培男还能够压榨自己 最后一波 一波的这个经济 这已经换不动了 没办法 也有那么多的围巾 对吧 你的围巾上去 你就会发现 你被这个 这个雷神打的妈妈都不认识 慢慢的弹死你的矿 来慢慢的 里面就没有矿了 GYM的TPT的接话 打的真的好 那么多的雷神 这种部队组合 你就算现在李培男憋出了很多的大河 也没用 雷神围巾 打大河都很猛 好了 我宣布了 葫芦娃全岛啊 葫芦娃全岛 爷爷最终还是被 被这个 被这个 妖怪只给捉走了 哎我说你我问个问题啊 我问个问题啊 就是 待会待会我来问黄哥 黄哥来了 我来了 输了呀 里面来 里面来死了 是的呀 妈的 这怪我 我靠 哎我问你个问题黄哥 什么 就是 就不是比如说 这个组合嘛 对不对 嗯 就这组合嘛 你这个度压 不是有度压炸弹的吗 嗯 你度压炸弹 炸的 炸到 比如炸到雷神 你不是一个 一个片伤吗 一片都是那个建设到吗 然后你不小心 你建设到了地雷之后 地雷埋地会 就买 这种隐形地雷埋地会不会显形 应该不会吧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 感谢单紧ZW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你就 你觉得就不会显形 啊 会吗 我不知道 知道啊 我